大明天启二年十月 荷兰侵略军头目雷约兹 率领残兵败将来到台湾 他一下就被台湾的美丽风光吸引住了 连口层在福摩萨美丽的岛屿 同时他还厚颜无耻地宣布 从今儿个开始 不准说台湾 就改名叫福摩萨 您说多读了 这名字一改就等于算荷兰的国土了 荷兰士兵高兴得直鼓掌 奔奔直跳 他们在路尔门港口登了路了 一切顺利没人管 这些荷兰人还纳闷呢 你是怎么这么好个地方没人管理啊 哦 中国的国土太大了 顾不过来 顾不过来也不能放弃 这么好个地方 比荷兰小不了多少 这要是我们的国土 哎呀 早就建设起来了 其实啊 难怪荷兰人这么想 怪就怪 中国古代历届朝廷 老自以为是撇吃辣嘴 闭关守国 满足现状 明知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有的地方漫不经心 觉得是黄外 孤悬海外 这边管理起来 匆匆困难 名义上有就得了 始终没有认真的派人管理 结果让洋人钻了空子了 咱们单说雷月子 顺利的登岸之后 哎 好地方 就在这建立营坊 这就是咱的根据地 他们选了块有力的地形 靠着海滨 刚要破土动工 招来麻烦了 突然有人向他禀报 司令 了不得了 你看 雷月子一看 也吓了一跳 就发现 黑牙牙一片 都是台湾的高山族 和土著民族 头上插着机灵 腰里挤着围裙 有的是鹿皮砍尖 手里拿着锁标 和张弓搭剑 各种叫不出名的武器 怒目而示 采取包围的形式 把他们营地给包围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呀 正义官他们来那会儿 也遇上类似的情况 那土著民族不答应啊 所以今儿个把他们给包围了 但是呢 这雷月子 是个老牌的特务 对中国研究的比较透彻呀 成为专家嘛 他一看荷兰士兵端着枪 准备炮就要还击 他马上就挥手 慢 放下武器 不准点炮 放下刀枪 听我的 当官的一声令下 当兵的乖乖的把武器放下了 那意思 告诉这些高山族 你看我们空手啊 我们没动武器 表示友好 雷月子大步向前 提高声音说 你们的头领是哪位 本司令官有话跟他说 翻译这一番 高山族听懂了 马上把头领推到前边 这头领是个老头 眉毛胡子都白了 他们本地人管的叫社长 是麻豆社的社长 当时台湾呢 这些民族分成若干个社 这一社就是一个团体 就是一个部族 推选德高望重的 本市高强的人为头领 换句话说呢 就是部落的头领和丘长 此人叫阿丹 阿丹老汉 主着拐杖 到了前面 通过翻译这一番 雷月子过来 先敬了个军礼 而后伸出带毛的双手 拉住阿丹老人的手 尊敬的阁下 尊敬的阁下 尊姓大名啊 我叫阿丹 我是麻豆社的社长 负责人 哎哟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雷月子 我是荷兰人 哎 中间的公司 下属的司令官 哎 老人家 我们此次登陆 没有歹意 我们要跟中国通商贸易 就是做买卖 你懂吗 讲买讲卖 哎 是商业行为 因为遇上大风了 暂时登陆避风 求阁下赏个方便 能不能借我们块地方 暂时先安定下来 我求求您提供方便 说的十分可怜 说到这 雷月子一招手 副官 明白他的意思 从兵船上 卸下了好多东西 都是从中国沿海抢来的 珍珠麻脑 翡翠钻石毛眼 绫罗绸缎 贵重的用具 酒壶茶具 吕送烟 等等等 摆得跟小山头一样 哎 阿丹首领 这是毕国 给大家送的礼物 请你分派给大家吧 哎 不成敬意 忘起笑纳 你说这高山族的部族 哪见过这么多好东西 一看这珠光宝气 绫罗绸缎 掩着毛都乐开了 多谢 多谢 不过 请问司令 你们想 占多大个地方 哎 不大 不大 我只借用 一块牛皮大的地方 就可以 阿丹没听明白 一块牛皮是多大 哎 就是 一整张牛皮 那么大地方 就够了 哎 过两天 我们就走 你想留 我们也不待 阿丹这个人 特别朴实 心说 一张牛皮打开 能有多大个地方 哎 太小了 你什么牛啊 哎 好好好 那我马上答应 就借给你 这么大一块地方 哎 多谢 多谢 一张牛皮 这么大一块地方 我说话算数 阿丹老人高高兴兴 抬着礼物走了 回去怎么分派 咱不必须说 过了几天了 有人向他禀报 说不对劲啊 这些红毛子 占领那么大一块地方 还建立了高大的房子 还挖的沟 修的炮台 这怎么回事 阿丹老人一听 怎么的 不牛皮大一块地方 这你们说话 怎么骗人呢 老头的怒气冲冲 胡子掘起多高了 带了不少人 前来兴师问罪 一见面 雷约兹就乐了 老人家不必动怒吗 嗯 我说话历来算数的 的确就是一张牛皮 那么大地方 老头一看 你们家什么牛 这张牛皮怎么这么大呀 嗯 这盖了多少间房子 这怎么可能 我先领您参观参观 然后您就没词了 雷约兹领着老人参观一下 围着营房转了一圈 一看呢 是用那牛皮条 围了那么一大圈 他盖着房子都在那牛皮条里边 没在外边 老人就纳闷 这是一张牛皮 我说的一张牛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把这牛皮切成丝 一丝一丝 像线一样 把它结在一起 连起来为一个圈 就是一张牛皮 多了没有 这不是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吗 这么大的地方 嘿 担心说 这亏吃的这个豹 有心反爬 来不及了 老头怒冲冲的 还想问罪 哎 雷约兹马上命人 又送了不少的礼物 老头倔的就走了 心说吃亏吃亏吧 反正过不了几天 你们就滚蛋了 结果这头脑也太简单了 那荷兰人那么狡猾 能走吗 得寸尽尺啊 就利用这空隙 大片占领土地 又从他们的殖民地 源源不断运来建筑材料 就在台湾岛大兴土墓 建造了一座大城堡 这座城堡 就是后来取名叫赤嵌城 赤是红色 嵌是香嵌的嵌 城就是城池的城 为什么叫赤嵌城 因为那砖是红砖 不像后来那些青砖 黎远一看 好像一朵红云 又像朝霞 故此有人取名叫赤嵌城 但荷兰话不是这么叫 荷兰话管的叫什么呢 叫热兰哲城 热兰哲 这座城堡 气势磅礴呀 占地方员几百丈 高了下三丈 三丈以上建筑炮楼炮台 四个吉甲 还有高有数丈的辽望台 同时还建筑外城内城各种街道 还有地下室水城 这水城啊 一下能通到海岸 海岸就是他们的兵船 不用走楼梯 通过这地下室 源源不断把东西就搬运进来了 还从他们国内 源源不断运来最新式的巨炮 这种巨炮叫震天雷 多少人调运的 安装到赤嵌楼上 东西南北全是黑乎乎的炮口 又运进来先进的武器 就这座城堡 用大炮轰都轰不倒 那是顾弱金汤 这雷约兹亲自监工 那些工人拼命地干 不干不行啊 劈鞭子地给呀 因此工程进展神速 建成之后 又在台南盖了两座楼 按荷兹话说 叫普罗文茶和乌德勒支 其实咱给它叫个名 叫赤嵌楼 您要到台湾旅游 必到台南 到台南有一处名胜古籍 就是赤嵌楼 现今古籍游存 建筑的是金碧辉煌 是飞檐斗骨 坚固极了 荷兰人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 他们就打算着 这台湾就是我们的领土 这不可动摇了 我们在这投点本钱 也是应该的 因此大兴同 恐怕岛民不服 恐怕大明朝兴师问罪 所以才运了大炮和现今的武器 另外这荷兰人可不少 会使用怀柔政策 你说这么大型土木 高山族岛民能答应吗 肯定不答应 怎么办呢 这位司令官雷约兹 三天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这个礼物源源不断的 送到台湾岛 每见着这些社长 都笑脸相迎 握手言欢 不笑假笑 不欺热 假装欺热 而且严格训令手下的人 见着这些岛民 千万不要瞪眼 千万不要打 千万不要骂 买卖公平 尽量叫他们多占点便宜 懂吗 所以在此过程中 台湾的岛民发现 这些红毛 挺懂人情 挺讲道理的 公买公卖 也不打骂群众 你该打鱼打鱼 你该经商经商 人家不加过问 人家就是来做买卖的 平常还经常不断的 给送一些礼物 和睦相处 对咱也没啥影响 那他占点地 就占点地呗 早晚他也得走 这东西不就给咱留下了吗 你说这头脑多简单 没往远处看 所以就这么迁就着 人家工程完毕 一旦工程完了 这位司令官心里有了底了 嘿嘿 我也不怕你们造反了 造反我就镇压 把你们杀光 我的力量都有 谁来了我也不拒 他露出猙獰的面孔 但是也得一步一步来啊 为了杀一敬百 今后永远统治台湾 他策划了一套方案 正在这时候好景不长 东印度公司的总督 下了一纸调令 把这雷约兹给调走了 哎哟雷约兹这个失望啊 没想到啊 白费了心血了 调走调走吧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另有委用把他调走了 又派了一个新司令官 叫松克 松克司令官 听说此人是著名的中国通 比那个雷约兹啊 年轻 三十多岁 大个 高鼻梁 白净净的 非常斯文 说话一字一碗 无论是中国话 无论是台湾土著话 说的非常流利 而且见着大人孩子 不笑不说话 点头哈腰的 台湾的岛民 特别这些社长 对他印象非常之好 一看这人平易近人 别看贵为司令官 他一来他就说 我们是权益之机 暂时呢 先住在这儿 条件成熟 我们要撤走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统统都是你们的 我们还要回国 我们为什么这么建筑呢 就为了经商 岛民们一看 一则对我们没有影响 二则这些红毛来了之后 带来了台湾的繁荣啊 给大家带来愉快了 头一个 眼前就是这些红毛大个 瞅着都心切 从生活习惯服饰来看 耳目一新 另外做买买来说 他们很大方 出手大方 花钱也不在乎 买卖也得作 呆着就呆着吧 就没想别的 因此这个松河到任之后 这些荷兰士兵 更熟规矩 咱没说吗 功成告军之后 走上正规了边儿 咱们单说 台湾当时有四大社 销龙社的社长 叫乌游 新港社的社长 叫热干壁 沐家刘安社长 叫深虎 麻豆社的社长 叫阿丹 这四大社长 统治着台湾 手下不足 无数 分社的社长 若干 他们四个要同意的是 第一下 无不应语 这四个社里边 最年长的就是阿丹 咱没说吗 老头眉毛胡的都白了 德高望重 往往他排版的事 别人也顺从着 单说阿丹 这天在自己的屋里待着 一边喝着酒 一边品着茶 一边犯心思 其实说这 松科司令官 人不错 他们说做买卖 又说有一天要撤走 看这样也不能撤走 他们越来人越多 越建筑房子越多 看这样要长久居住下去 这哪行 不行 等哪天我见着松科司令官 我得问问 究竟你们什么时候能走 把地儿的让出来 这是中国的领土 你们常态算怎么回事 他正琢磨这个事 有人向他禀报 说松科司令官 派人来给您送信来了 是口头烧了的信 心说我正要找他 他派人找我 为点什么呢 进来 时间不大 派来这位使者 恭恭敬敬 给阿丹老人鞠了个躬 说着一口流利的土著话 老人家 我们司令官有请 请您明日上午九点准时到达赤县楼 我们司令官要宴请老人家 老头就一愣 不年不节的请哪门客 他就问这人 为点什么呢 我们司令官说了 俩字 友好 友好 你想 连日来 咱们双方出的都不错 司令官觉得很过意不去 故此盛牌艳艳 款待各位社长 你们四大社的社长 全都参加 哦 好吧 明日上午九时 我准时到 好 届时恭候 我走了 宋姓的人走了 这阿丹也没想旁的 当时下发通知 到了第二天了 盛装打扮 台湾土著民族什么打扮呢 满头上都是严实的点缀品 叮咱叹的 插着一根高高的红鸡 衣领戴着耳环 穿着熊皮的砍尖 鹿皮的围裙 光着脚 戴着脚镯 胳膊上戴着手镯 胸前挂着骨质的 研制的项链 挂着弯刀 老头挺高兴 带着几名护从 坐上轿子 赶奔 赤欠楼 他到城下 一看 好家 几天不见 这楼真高 尤其那辽望楼 高耸 入云的都 那些荷兰大兵 端着枪 四外眺望 新人说这楼还从来没见过 咱没住过这地方 他们盖这么大的楼 得花多少钱 一看那城门洞也高大 门也厚 这多少人也打不开 他正胡思乱想 再看松客笑脸相迎 松客今天没穿军装 衣神的变装 宴请客人们 完全是礼服 大宴尾服 翻领 白汉衫 打着领结 下的是尖皮鞋 裤线鼻瓶 都能切西过 这位 戴着宝石的戒指 显着斯文高雅 一派绅士风度 一见阿丹 他强步轻身过来 绅士一礼 老人家 欢迎欢迎啊 哈哈哈哈 说着拉着手 携手揽扮 进了赤欠楼 登上三层 望四外一看 哎呀 开阔视野 波涛的海水 全都看清清楚楚 水里边的船只来来往往 看得更清楚 望这一站是 心旷神怡 是阿丹最惊奇的 是那炮台上那些 暂量的大炮 这炮台这么长 怎么这么粗 他就问 司定官先生 这是什么武器 这叫震天雷 哦 老头一看 这大炮看来是威力 是威秉 我想 啥 剑 赤 货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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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